第六十集 称呼争执 兰旺鸡 想吃什么 魏无羡都可以 辣得最好 兰旺鸡 金灵 去换衣服 让厨房做些辣菜 再让人去买几坛酒回来 金灵 是 仙都 窦眼厅里 魏无羡等人坐在座位上 喝着 刚刚金氏弟子送上来的酒 看着周围没别人 兰斯追小声说道 爹爹 你发起火来好可怕 我都吓了一跳 金宗主也吓坏了 魏无羡有些想笑 没想到这样就把他吓着了 阿燕 你应该让你父亲给你讲讲我十六年前的事 让你父亲讲讲 他和江城是怎么亲眼看着我 让红衣把温潮折磨死的画面 你就知道 刚刚那一幕 根本算不上什么 兰斯追看向蓝旺鸡 一副想听故事的样子 父亲 那你给我讲讲 蓝旺鸡看向魏无羡 有些无奈的道 魏英 别闹 魏无羡瞬间泄气 哦 不一会儿 江城和金灵就进来了 魏无羡问道 江城 金灵身上的伤不严重吧 江城 嗯 还好 年前应该就好的差不多了 魏无羡 嗯 那就好 他们的事处理完了 江城 我们该说说金灵的事了 江城 嗯 我知道 你说 我听着 魏无羡 好 那我就多说几句 江城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教导金灵的 但据我看到的 这孩子心软 爱逞强 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弟子 这样也没什么 但作为金师宗主 他必须要恩为病师 必要时候是要有些手段的 你觉得呢 江城点头 你说得对 以后我会好好教导他的 魏无羡点头 嗯 金灵接任宗主之位太过仓促 很多事情不会处理很正常 慢慢来吧 明年来是听学 你要是同意 就让他去来是听学 跟着学学 对他有好处 江城应道 好 我知道了 会送他去的 到时候你多教教他 魏无羡摇头 我就算了 你知道的 我最烦这些 剑法什么的我可以教教他 其他的 他还适合说服他们学吧 或者让阿远教他也行 阿远这方面的蓝战真传 做得极好 现在在蓝室帮助蓝战长发 江城看向蓝丝锥 点头说道 嗯 阿灵和你丝锥表哥好好学 表哥这个称呼惊呆了金灵和蓝丝锥 金灵呆呆地看着江城 舅舅 私追他 江城不悦道 私追什么私追 他是你大舅舅的儿子 你应该叫他表哥 金灵看着蓝丝锥 怎么也叫不出 表哥这个称呼 他们很早就认识 但也极限这样 关系谈不上好 也说不上坏 两人之间的交流歧视并不多 现在突然将他们的关系拉进一步 他有些转不过来 蓝丝锥自然知道金灵的想法 解为道 金宗主叫我丝锥就好 但江城并不想这样 看向魏无羡说道 魏无羡 你觉得呢 魏无羡 江城 这种事情无需勉强 不过一个称呼而已 不行 阿姐一直把你当亲弟弟对待 他既然认你是他大舅舅 那私追是你的儿子 他这般没大没小 直呼其名算什么 江城却不肯 语气有些强硬的说 魏无羡有些不明白江城怎么了 不想再在称呼上纠结 叹气一声说道 江城 好了 吃饭吧 我饿了 这顿饭吃得并不愉快 饭后原本计划流速的魏无羡 提出告辞 这让江城更是怒火冲天 却不知该怎么挽留 沉默了很大一会儿 别扭地开口道 魏无羡 你今天还没怎么再莲花雾带呢 你的房间我也一直留着 前些时候重新改建了一番 你也没见过 你 要不要回去住一晚 魏无羡有一瞬间的僵硬 归来后 除了上次挖莲藕 取过一次莲花雾外 今天这是第二次 看了看蓝望鸡 又看了看江城 魏无羡忠实心软硬道 好 江城瞬间笑容满面 金灵也表示 想要去莲花雾住两天 江城自是没有不应的 金灵和金氏的长老交代了一声 并跟着江城他们离开了金灵台 这次魏无羡没有用法报 而是跟着他们一起遇见回去 到云梦是天色尚早 蓝丝追跟在魏无羡身边 轻声问道 爹爹 我们去逛逛吧 我长这么大 很少来云梦 更没有逛过这边 为何 你之前不是也经常跟蓝站出来夜练吗 没有来过云梦 魏无羡问道 蓝丝追看了看蓝望鸡 错近魏无羡小声说道 父亲不喜欢来这边 每次夜练 我们都是绕开的 不过我不知道原因 魏无羡瞬间明白 蓝丹是在记恨江城 当初在悬崖上刺的那一剑 他的死和多年的苦行无果 是蓝丹心中无法释怀的伤痛 转头拉住蓝望鸡的手 说蓝丹 我们去云梦的街上逛逛吧 我带你和阿苑去尝尝我之前最喜欢的那家九四 他家的辣菜超级辣 最合我的口味 蓝望鸡 好 江城和金陵自然是一起 临近过年 街上很是热闹 商贩们的生意也很好 这边的小物件很多都是荷花 脸藕和莲子莲蓬做的和姑苏那边不同 这让蓝丝追捷得很新奇 拉着魏无羡东看看戏看看 很是开心 魏无羡 阿苑 喜欢就买下来 明年夏天 我带你来游湖赏荷花 那时候的莲花物很漂亮 蓝丝追开心应道 好 我多买几个 回去送给锦衣他们 魏无羡 好 蓝望鸡跟在两人身后 笑看着这一切 画面很是温馨 天色渐暗 魏无羡带着几人去了年少时常去的那家九四 此刻店里的人还不算多 五人刚走进门口 小二便迎了过来 九四小二 客官 你们里面请 几人跟着小二 选了一个 靠墙的位置坐下 小二看着蓝望鸡的装扮 似是想起什么 问道 客官 原来是你呀 还是要最辣的菜和一壶酒吗 魏无羡几人全都望向蓝望鸡 又看了看小二 魏无羡问 你认识他 小二点头 对 前几年这位客官来过几回 每次都点店里最辣的菜和一壶酒 然后就吃一点点 然后一直呆呆地坐着 一坐就是一个时辰 后来还找了我们做辣菜的师傅学了做法 他有点特别 装束和店里常来的客人也不一样 我就记住了 魏无羡 小二 还按之前的上 你看着再上几个清淡点了 去吧 小二刚走 魏无羡就拉住了蓝望鸡的手 眼里满是心疼 说 蓝战 对不起 是我回来的晚了 蓝望鸡反手 把魏无羡的手握在手里 温生说道 你愿意回来 我便不觉得苦 菜很快上来 几盘红通通基本全被辣椒覆盖的菜 看得蓝丝追头皮发麻 担心地看着蓝望鸡道 父亲 你胃不好 这么辣的菜还是别吃了 上次你胃疼 可是在床上躺了三天才好 我和祖父他们担心坏了 魏无羡再次被这消息惊到 他之前只有蓝望鸡问鸣的时候才出现 从没想过他在生活中 是这么折磨自己的 把那些辣菜端离蓝望鸡面前 给他换上清淡的 说 蓝战 以后不许你碰蓝的东西 一口都不行 蓝望鸡点头应道 好 没想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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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